今天这场比赛辛苦 然后今天这场比赛的话 你怎么不干这个地的表现呢 觉得很长时间没打了 然后遇到的困难很多 但是其实一直在努力 然后最后是从第二局开始有了一些转机 然后整体的速度 我觉得对手确实要比我快一点 快很多已经来说是 但是后面有努力去转变 然后在第三局也是领先的时候 可能心态还有点着急 有点着急之后可能就连续丢分 对就第三局的话 其实在最后那个地方之前 其实你是先在落后的情况下 然后是一波反击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一波反击还超的 然后这个阶段 其实你当时怎么调整 打过这一波反击 我觉得首先就是要跑得更快一点 然后我觉得从一些思想上吧 我觉得简单一点 不要想得太多 把整个整个这个过程做好吧 因为当时已经落后了 然后也是你不需要想太多 努力去一分一分打好 我能多拿一分能追一分就就很好 我们之前才好另外几个球队选手的时候 也是注意到就是二后场 其实是有点准备的 你在打进去战阶的这个 有点准备的感觉 二后场的风是比较大吧 应该是 然后整体来说球可能会相对慢一点 所以说在有逆风的那边 可能会球会更难打 然后就是比较容易达不到位 然后呢 而在胜缝那边可能容易自己失误 这一次你的世界赛事宣言是怎么总结的 这一次这一次 我觉得现在打完了 然后先 我觉得先好好总结一下 今天这场失利的原因吧 然后 我觉得还是要从 前两场 包括这一场 自己的一个状态是怎么从 从差到慢慢的 有调整到变好 我觉得这个过程需要总结 然后接下来的话 还有本宫开赛 然后本宫开赛之后 你还会继续参加比赛吗 有什么参赛计划 具体参赛计划 可能还是要听一下大部队 看大部队的形态